欢迎您好 欢迎您加入凤凰五间专列 头条我们要聚焦 俄乌战士 俄乌战士在24号也标志着进入了第二个月 乌克兰就声称炸毁了俄军一艘大型的登陆舰 俄军则继续攻击基辅等多个大城市 并称全面控制了乌东城镇一九亩 乌军表示 在比尔江斯克港附近 击毁俄罗斯大型登陆舰奥尔斯克号 从视频可见 当地码头区域发生多次猛烈爆炸 冒出滚滚浓烟 乌克兰媒体报道 一艘俄罗斯战舰沉没 另外两艘起火 一个弹药库和一个燃料仓库被击中 俄方暂时未做出回应 但美方评估乌方成功攻击俄军船只 英方也认为乌军攻击了高价值目标 基辅西部斯维亚脱身区一个仓库重弹起火 消防员到场救火时传出多下枪声 消防员急忙躲避 基辅西北部市郊城镇伊尔平也有仓库重弹起火 当地居民表示 俄军部分昼夜发动炮轰 摧毁所有防务 市长表示俄军发动过多次进攻 不过都被击退 目前全市仍然在乌军手中 俄罗斯国防部则发放视频 显示俄军利用高精度导弹 摧毁乌克兰武装部队防空导弹系统 以及多驾军车 俄军称 已经全面控制乌冬城镇19母 但美方评估 俄军在战事中使用的精确制导导弹 失败率高达6成 俄军虽然从基辅外围多个方向发动连番进攻 但始终无法突破乌军的防线 乌军似乎还重夺了基辅以东的据点 网上流传视频显示 由俄方坦克为摧毁 由乌克兰士兵称击退了敌人 基辅市长克里奇科向乌克兰民众的勇气致敬 但战火造成大量民众死亡 基辅一个火葬场堆满了很多无人认领的骨灰盒 东部哈尔科夫24号下午持续受到攻击 由民居着火焚烧 有民众和消防员救火期间 四周仍不时响起爆炸声 民众逃到地铁站躲避战火 部分人更是从战事一开始就在地铁站流速 而目前当地民众生活物资极度缺乏 乌克兰红十字会和其他志愿组织 就向当地民众派发粮食和其他日用品 南部马里乌波尔市议会发放视频 显示当地损毁严重 电线塔倒下 住宅大楼被烧毁 马里乌波尔被围攻多时 乌方早前表示 有大约十万名平民被困当地 并且已经断水断电多时 民众够要靠领取人道物资卫生 在西部利沃夫 每天都有民众在清晨 自发到教堂塔楼桥中 祈求禁飞区能够设立 富航卫视综合报道 另一方面 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科纳申科夫24号也通报了说 俄罗斯的专家发现了美国国防部直接参与在乌克兰研发生物武器部件的新证据 科纳申科夫称 俄国防部仍在研究从乌克兰生物实验室工作人员处获得的有关美国在乌克兰从事秘密军事生物活动的文件 期间俄军辐射化学和生物防护部队专家发现了证明美国国防部直接参与在乌研究生物武器部件的新事实 而拜登的儿子亨特的投资基金公司也涉及参与美国在乌克兰的生物武器研究项目的融资活动 俄方将公布原始文件 证实UP-2项目是美国五角大楼批准 主要目的是对乌克兰特有的高危病原体进行分子分析 包括在牲畜填埋场采集病原体样本 以获得新的碳区杆菌菌株 他还表示美国在乌克兰生物实验室并不局限于对危险病原体的研究 文件显示受聘于美国国防部的毛制药公司同乌克兰国防部合作 在乌军人身上对未注册的医用之际进行了系列测试 白宫和五角大楼对此还没有任何回应 俄乌谈判陷入胶着的局面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瓦24号称 乌克兰当局缺乏独立性是俄乌谈判的主要障碍 他表示一切都是美方通过相关渠道受益 并以乌克兰方面决定的形式呈现出来 同时北约成员国以最积极的方式向乌克兰输送武器 西方国家的行为不仅导致军事行动的时间延长 还可能引发不可预知的后果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4号在基辅与到访的埃莎尼亚 拉托维亚以及立陶宛三国议长举行了会谈 泽连斯基在会谈中就强调了乌克兰与巴尔干半岛国家的相互信任 以及共同面对的风险 泽连斯基就提到了巴尔干半岛国家 还有波兰是乌克兰最信任的国家 而这一份信任源自于这些国家在俄乌冲突当中 对于乌克兰所给予的支持 他从此也指出了同为俄罗斯的邻国 这一些国家也与乌克兰面临同样的风险 根据联合国的统计 上个月的24号所爆发的俄乌冲突 目前已经是造成了数千名的平民丧生 有大约360万人被迫逃离乌克兰 另外有超过半数的乌克兰儿童流落了异乡 刚刚看到乌克兰方面的一些表述 接下来要看到俄罗斯 俄罗斯国防部组织了一批助额的国际媒体记者 24号来到了顿巴斯地区进行占地采访 来看我们记者发自顿涅茨克的现场报道 我们现在呢位于德尼茨克大学阶37号 可以看到记者身后呢 这是来自俄罗斯国防部所组织的 住莫斯科的主流媒体呢 今天到德尼茨克进行一个采访 你会有关于一层的区域 你会有关于一层的区域 这次在对国家的试试 他们第一个参观点来到 在奥运厅的37号 现在在一种地方 有些凌强的犯罪 而且它发生了 совсем недавно 14 марта 11.30 утра 这是工作日子 这是中心里 在市场上的村子 那些人都在工作 这些人都是载人的公司 这里有没有资格 这些人在输入两天 越岁口 在这里发生了 这些创银剂 这是我分开箱的 在这里 这些创银剂 它是在oss裂网 reviewed 钥匙计划 50根本 是整理性 上去 这些人在发泄物 точку удалось сбить в самый последний момент и сработала одна только кассета при приземлении, сдетонировала но тем не менее вы можете посмотреть сколько разрушений она принесла это уже сейчас привели здесь в порядок и что самое страшное инфраструктуру дома мы все восстановим но к сожалению данная ракета унесла жизни 21 человека 37 получили ранения так что этот корабль его эффективность 120 км это был предыдущий корабль его корабль он ударил на уровне и из-за этого места из-за этого места его размеры около 15,000 км такие размеры такие размеры 俄羅斯国防部 сообщества 外国記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至于西方集团现在有一个共识 就是要增援乌克兰 北约七国集团还有欧盟 24号在同一天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峰会 以应对乌克兰的紧张局势 北约是表示将会进一步的援助乌克兰 将会在东欧的四国部署战斗群 英国首相约翰逊有表态 他说英国会向乌克兰武装部队提供超过6000枚的导弹 还有2500万的英镑资金 德国总理舒尔茨是警告了俄罗斯不要使用化武 至于法国总统马克龙他提到 而乌冲突正在制造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粮食危机 也敦促俄罗斯停火 而七国集团也强调了 会监管落实对于俄罗斯的制裁 要打击规避制裁的行为 北约成员国领导人24号就乌克兰局势 召开了两小时的紧急会议 会后发表的声明说 为了回应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 北约已启动防御计划 并部署了快速反应部队 在北约东侧防线已部署4万名士兵 也将在保加利亚 匈牙利 罗马尼亚和斯洛伐克四国 增加部署四支多国战斗群 以确保盟国安全 北约将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支援 包括军事 政治 网络安全领域 以及协助乌克兰防范生化及核威胁等 北约也谴责俄罗斯 要求俄军马上停火 并撤出乌克兰 以展示对谈判的诚意 又表示大力声援乌克兰政府和总统泽连斯基 美国总统拜登会后对记者表示 赞成将俄罗斯赶出20国集团 七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就紧接北约峰会举行 七国集团之后发表声明 警告俄罗斯不要对乌克兰使用生化或核武器 在能源方面 七国集团呼吁油气生产国采取负责任行动 对国际市场增加供应 七国集团也责称相关官员 监管落实对俄罗斯的制裁 并打击规避制裁行为 包括俄亚行的黄金交易 在粮食安全方面 七国集团表示将避免实施粮食出口禁令 法国总统马克龙敦促俄罗斯停火 否则埃及等非洲国家将面临饥荒 欧盟峰会就在同一天晚上 展开为期两天的峰会 爱沙尼亚总理卡拉斯认为 欧盟应该尽可能对俄罗斯施加最严厉的制裁 卢森堡首相贝素尔表示 就算加强制裁 也不宜操之过急 峰会预计会讨论减少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 俄方要求向不友好国家供应天然气时 改用俄罗斯货币卢布结算 是为了规避西方制裁 部分欧盟成员国已表明反对用卢布买天然气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刚一连串的名单我们似乎没有提到这一个人 他就是美国总统拜登 24号的晚间也在北约的总部举行了记者会 他表示北约比往任何的时候都更加团结了 一旦的螺丝动用了化学武器 而北约也将会给予回应 在俄乌冲突爆发一个月的时间点 美国总统拜登第三次到访欧洲 与欧洲国家领导人举行会晤 参加24日举行的北约欧盟和七国集团峰会 商讨俄罗斯军事入侵乌克兰局势 并展现西方国家的团结一致 他于当晚在北约总部举行记者会表示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并未得到预期的结果 而北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团结 在被问及如果俄罗斯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回应时 拜登表示一旦俄罗斯使用化学武器 北约会作出回应 此外拜登明确表示 认为应当将俄罗斯排除于20国集团之外 北约领导人也在峰会结束后发出声明 呼吁所有国家不以任何方式支持俄罗斯 并致力于和平解决俄乌冲突 在结束了北约欧盟和七国集团三个高峰会议之后 美国总统拜登将于25日访问波兰 自俄乌爆发冲突以来 波兰已经接收乌克兰难民200万人 并且驻有2000多名美国军人 如何妥善安置难民问题 将使拜登波兰访问行程的重要议题 方位是你们为江新 比利时布鲁塞尔报道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24号 在出席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举行的 北约领导人峰会和七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之后 也宣布对于160名的俄罗斯联邦委员会的议员 实施了制裁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在北约总部召开记者会 宣布对俄罗斯的新一轮制裁措施 透多此次欧洲行也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举行会谈 商议对俄乌战事的协调应对 并发表联合声明强调将加强在网络安全领域的合作 并与欧盟建立战略能源伙伴关系 以协助减低欧洲对俄罗斯化石燃料的依赖 透多补充 加拿大政府将拨款5000万加元 协助红十字会世界粮食组织等机构 向乌克兰提供人道援助 并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供480万加元 以帮助乌克兰保护文化遗产 透多又透露正与内阁商议 是否在即将公布的联邦预算案中增加军费开支 同一天加拿大政府也宣布 与英国的自由贸易协定首轮谈判 将在3月28号正式展开 英国脱欧之后 两国政府是达成了过渡期贸易延期协议 2021年 英国也成为加拿大的第三大贸易伙伴 进出口商品贸易总额达到了422亿加元 凤凰卫视组合请务警苏一恒温哥华报导 另外对于北约特别峰会声明 呼吁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 维护联合国宪章确定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原则 维护国际秩序 不支持俄罗斯发动的战争 或助而规避相关制裁 并对中国传播俄方散布的虚假信息 表示关切 中国驻欧盟使团回应指出 坚决反对有关声明和言论 对中方进行无端指责和猜忌 并施加胁迫和压力 中国驻欧盟使团发言人强调 中方始终主张尊重各国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 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 乌克兰危机发生以来 中方本着客观公正的态度 为劝和粗谈 停火指战 防止出现大规模人道主义危机 做出了积极努力 发挥了建设性作用 时间将证明中方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 而北约做了什么 任何不带偏见的人都会得出公正结论 发言人说 作为冷战产物和全球最大军事联盟 北约秉持旧的安全观念 持续扩张区域和领域 以旧冷战的手法搞阵营对抗 必须高度警惕并坚决反对新冷战 这不符合历史发展潮流 也违背世界人民的愿望 23年前 北约的炸弹开始在南联盟落下 造成包括中国公民在内的数千人伤亡 数十万人流离失所 历史教训不能忘记 北约应反攻自省 彻底摒弃冷战思维 按照安全不可分割原则 通过对话谈判 寻求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欧洲安全机制 发言人指出 指责中国传播虚假信息 是有人煽风点火 唯恐天下不乱 假的永远真不了 基于虚假信息的论调 只能更加虚假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对于外媒引述 美国官员报道指出 美方曾经提醒俄罗斯准备袭击乌克兰 也希望中方劝阻俄方 而中方不以为然 将有关的情况转告俄方 甚至要求俄方在冬奥会后再动手 对此 中国国防部24号回应指出 所谓中方事先知情 默许纵容等说法 完全是虚假信息 而中方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表示 中方认为要化解当前危机 必须坚持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 尊重和保障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 坚持安全不可分割原则 通过对话谈判 和平解决争端 必须着眼地区长治久安 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欧洲安全机制 中方的做法同美方制造危机 转嫁危机 从危机中余力的做法 形成鲜明对比 我们希望各方继续致力于对话 协商谈判 努力尽快缓解事态 继续为寻求和平 实现和平 发挥建设性作用 对有报道指 俄乌冲突中 美国在乌克兰拥有多处生物实验室 吴谦指出 作为世界上从事生物军事化活动最多的国家 美国在全球30个国家 有336个生物实验室 据公开披露 乌克兰境内数十座生物实验室 是按美国国防部命令运行 美方这些项目的真正意图究竟是什么 美方为什么不公布这些项目的详细信息 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 与美国防部是什么关系 如果美方在乌实验室 从事的仅是科学研究和疾病监测 为什么美国防部会深度参与 美国20年来一直独家反对建立 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多边核查机制 这又是为什么 在这五个问题上 美国欠世界一个清清楚楚的交代 吴谦说 中方敦促美方以公开透明负责任的态度 认真回应国际社会关切 切实履行公约义务 对其境内外生物军事化活动做出全面说明 并接受多边核查 另外对于美方官员宣称 俄方请求中方提供军事装备援助 吴谦表示这完全是虚假信息 中俄双方均已澄清 在乌克兰问题上 中方立场一贯明确 一直为劝和苏坦发挥建设性作用 中方要求美方立即停止造谣污蔑 无视生非的卑劣行径 深刻反省自身扮演的不光彩角色 真正为推动局势缓和做实在的事 而对于美国太平洋空军司令表示 希望中国从俄乌冲突中汲取教训的报道 吴谦说 叫逍要给中国教训的人 自己首先要学会接受教训 等到挑衅他国发动战争 如果美国是世界第二 没有国家敢当第一 另外据报道 民进党当局企图将乌克兰问题 与台湾问题挂钩 大肆炒作大陆可能借机强化 对台所谓军事施压 煽动抗中保台等 一些美西方政客也借机渲染 大陆对台军事威胁 吴谦强调 台湾问题与乌克兰问题有着本质区别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 不容任何外来干涉 两岸必须统一 也必然统一 吴谦说 正告民进党当局和某些外部势力 写阳谋独没有出路 以台制华注定失败 中国人民解放军营阵以待 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坚决回击任何危害中国核心利益 迫害台海和平稳定的挑衅行径 凤鸿卫视综合报道 由印度的分析家现在表示 在乌克兰的这问题上面 美国采取的是选择性的惩罚策略 The U.S. strategy to pressurize Russia seems to be a selective application of punishment strategy so they do not require countries like India for example that has abstained from the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vote on Russia they are not being penalized but certain other countries like Pakistan are facing extreme amount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pressure I mean their selective application of punishment strategy it is certainly creating a multipolar world because that is exactly what they are trying to stop 我们看到是俄罗斯RT电视台指出 华盛顿正在试图从金砖国家中 孤立俄罗斯 但是美国的施压很可能适得其反 中国高级官员在这一周到访了巴基斯坦 他们都反对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 并且呼吁俄乌停火 分析家指出从经济和政治方面来看 西方试图维持二战后 对于世界秩序的主导 但现在看来 加强东方集体的力量是不可避免的 要看一个消息 这是根据俄罗斯国际文传电讯社的报道 而外长拉夫罗夫将会在3月31号会访问中国 而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瓦在周四表示 第三次的阿富汗邻国外长会3月31号在中国举行 拉夫罗夫将会率团出席要讨论协调地区努力 提供阿富汗人道主义援助和社会经济援助途径 另一方面阿富汗问题 三方扩大会议的特别代表层级例行会议 也就是俄罗斯 中国 美国和巴基斯坦的代表 计划举行 编场会议 后续我们也会有跟进报道 带回来也会关注到的是 朝鲜成功试射了洲际弹道导弹 而金正恩亲自知道 在内地新增1366例的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本土占了1301例 欢迎回来再来看到的是 朝中社在25号报道 朝鲜24号成功试射了火星炮17型 新型洲际弹道导弹 领导人金正恩亲自指导试射 报道说金正恩23号下达了亲笔命令 进行火星炮17型洲际弹道导弹试射 并于24号清零试射现场 亲自指导了这次洲际弹道导弹的试射全过程 试射于平壤国际机场进行 采取了高角度发射方式 导弹上升至最高顶点高度 6248.5公里 用4052秒时间飞行距离1090公里 准确落在朝鲜东部公海的预定目标水域 试射证明武器系统的所有参数 按设计要求准确达标 并能够为战时环境条件迅速运营可靠性 提供科技实践保证 报道说 朝鲜战略武装力量将装备并运营 火星炮17型武器系统 执行核战争遏制力的任务 彻底管控反朝核战争威胁和挑战 应对任何军事危机 以及捍卫国家安全 报道又说 金正恩表示 新型战略武器的出现 将让全世界再次认识 朝鲜战略武装力量的威力 这将成为国家安全的担保和信赖基础的契机 朝鲜战略武装力量已做好一切准备 彻底阻止并遏制美帝国主义 任何危险的军事企图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中国委员兼外长王毅24号 是在喀布尔 同阿富汗临时政府代理副总理巴拉达尔 举行了会谈 巴拉达尔代表阿富汗临时政府和阿富汗人民 欢迎王毅和中国代表团访阿 表示阿中有着友好交往传统 两国人民相互信任 相互支持 另外 王毅与阿富汗临时政府代理外长 穆塔基也举行了会谈 穆塔基欢迎王毅一行访阿 他感谢中方为阿方提供宝贵帮助 为阿人民提供急需的越东人道物资 同时表示阿方有信心进一步改善安全环境 稳局控局 保障外国在阿机构人员安全 阿院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 与中方加强贸易投资合作 王毅表示 中国尊重阿富汗独立 主权和领土完整 尊重阿富汗人民做出的自主选择 尊重阿富汗的宗教信仰和民族习惯 中国从不干涉阿内政 从不在阿谋求私利 从不寻求所谓私利 中方将继续做阿富汗人民的伙伴和朋友 助力阿实现真正独立和自主发展 把阿富汗的前途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 王毅说中国反对预外势力动辄向阿 施加政治压力 实施经济制裁 希望阿临时政府包容建政 稳建施政 继续朝着符合阿人民利益 和国际社会期待的方向 做出积极努力 王毅强调安全是发展的基础和前提 希望阿方采取有效措施 为各国与阿方正常交往 提供必要条件 东伊运是被联合国安理会列明和中国政府依法认定的恐怖组织 希望阿方确实履行承诺 采取有效措施 坚决打击包括东伊运在内的一切恐怖势力 穆塔基表示 阿方对恐怖主义回潮 高度警惕 将采取坚决有力措施 全力清除阿境内恐怖势力 双方还就本月底 将在华召开的第三次阿富汗邻国外长会 交换了意见 穆塔基表示对雨会充满期待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接下来关注是有关东航的最新搜救进展 东航客机MU5735的搜救工作 在今早一度是传出找到了第二个黑匣子的飞行数据记录器 但是新华社之后报道了第二个黑匣子还没有找到 在最核心的区域当中曾经发现了橙色碎片 而专家认为第二个黑匣子很可能就出现在附近 消防人员现在在仔细的搜寻当中 而另外救援人员25号也再一次的扩大了搜索范围 除了继续在前表层搜索 也继续动用了挖掘机纵向搜寻 我们看到的画面是在广西的吴州腾县 终于在25号油音转情 从湿冷变成了湿热 由于气温升高 防疫要求也相应提高 救援现场大部分的搜救人员 现在都戴上了N95口罩还有医用的手套 也穿上了医用的防护服 继续地从核心区往外扩散 而专家也开始勘察核心区的具体状况 为下一步的深挖掘来做准备 目前核心区附近已经动用了挖掘机 横纵向同步搜索 同时搜救人员也开始走访了周边的群众 要调取周边的监控录像 希望能够还原事发的细节 要找到关键的物证 我们的记者陈瑞希 他现在就在广西吴州的现场 瑞希湾 你好 湘宇 瑞希今天的搜救重点也是仍然关注 第二个黑匣子刚刚早上是一度传出 找到了 目前你有掌握最新的焦点吗 好的 湘宇 那么我们昨晚是暂时从应急指挥部 撤回到市区 那么稍后我们将进入到救援区 为大家掌握更多的一个现场情况 不过对于第二个黑甲的搜寻情况来看 今天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的雨是停了 太阳是出来了 所以大面积的一个搜寻工作 是在今天早上全面的恢复 不过在雨后的一个高温下 在现场的一个防疫工作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看到今天大部分进入到现场的救援力量 都是穿戴了N95口罩 以及是医用级别的防护服在展开工作 那么我们回到黑匣子 在昨天下午的时候 搜救力量曾经在一个水坑当中 是发现了部分的橙色碎片 而这个橙色碎片正是与现在要找寻的黑匣子特征 是十分相关的 所以曾经找到第一个黑匣子的广西武警总队 在今天早上是决定用分片区同步推进 分逼为何的一个办法 其实就是有点有面有重点的 对于昨天下午发现的这个重点区域展开搜寻的一个工作 而我们也了解到 在现场 其实今天也有民航局和公安部的专家去现场的指导 因为现在专家分析就是因为有大量的这个泥水混合物 很多重要的物件是藏在泥土下面 而这样的一些物体可能会对现场的救援力量 在视觉上带来一定的偏差 所以每次展开行动之前就必须要经过相关的一些培训 而这个培训是因地制于 应据现在的一个形式去进行制定的 也是让现场的一个搜救的力量 有更高的一个识别度 并且要不断的提高在现场的一个专注度 那么以上就是我们在现场了解到最新情况 把时间交换给祥毅 谢瑞希 刚才提到今天的东航搜救进展 从点线面扩大来搜寻 第二个黑匣子 这是我们收到的最新消息 接下来看到疫情 国家卫健委是通报了 内地24号新增的新冠确诊病例有1366例 而其中本土个案有1301例 而新增的无症状感染者有3622例 那么新增的本土确诊病例当中 是以吉林省最多占据了1110例 而其中长春市还有吉林市为重灾区 各占据了576还有528例 在上海有27例 而天津有25例 河北有24例 在黑龙江 江西福建 山东等地也都有报告本土个案 新增的无症状感染者来到了3622例 而其中本土的病例有3489例 主要会是在上海还有吉林 在这边集中 而当天并没有新增死亡个案 待会来我们也会看到的是 其他的消息 包括了美国财政部宣布 禁止于俄罗斯的黄金储备交易 以及港府计划在4月初向全港300万户的家庭派发防疫服务包 欢迎回来再看到财经消息 虽然隔夜美股反弹 但是亚太区的股市普遍未能跟随 整体走势是偏弱 日本国债收益率上扬 但是央行没有出手买债 这也拖累了日股下跌0.3% 台湾还有韩国股市是小幅偏软 而内地呼声股市走势偏化 这户指抗跌力较强 创业板指则明显下跌接近1.5% 来看到图表 户指中午是暂时时报在3,235点 跌了15点 跌幅0.47% 而半日成交2342亿元人民币 深层指中午是暴在12188点 跌了116点 跌幅0.95% 而半日成交3223亿元人民币 相关股市方面 横指是低开了超过200点之后 反复向下 而科技股重挫 横指中午是暴在21590点 下跌了355点 跌幅1.62% 而半日成交721亿元港元 美国方面也有新制裁了 美国财政部在24号 根据总统拜登所签署的行政令 发布了针对俄罗斯黄金储备的最新制裁 也禁止了俄罗斯进行黄金交易 美国财政部24号宣布 根据总统行政令 禁止美国个人参与任何设计俄罗斯央行 俄罗斯国家财富基金 或俄罗斯财政部的交易 包括与黄金相关的交易 正是美国财政部首次向黄金市场明确表示 停止与受制裁的俄罗斯实体打交道 俄乌战争爆发后 卢布暴跌 一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 俄罗斯可能会使用黄金储备来支撑卢布 所以美国和盟国希望打击俄罗斯这样做的能力 自2000年代中期以来 俄罗斯将其黄金储备扩大了近6倍 打造了全球第五大黄金储备 价值约1400亿美元 在上一轮制裁中 美国及其盟国已经采取措施 阻止俄罗斯央行动用其约6300亿美元外汇储备中的一半 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管制办公室当天还宣布 制裁俄罗斯杜马及其328名杜马成员 12名俄罗斯精英 以及48家俄罗斯国防公司 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行长兼总统顾问格雷夫 俄罗斯能源大亨蒂姆勤科及其公司和家人都在制裁名单上 受到制裁的国防公司 包括俄罗斯直升机公司 战术导弹公司 高精度系统公司 无人机生产商等 据彭博社报道 拜登预计将于周五宣布与欧盟国家达成一项减少对俄罗斯能源依赖的协议 欧盟正在考虑与美国协调收紧或扩大对俄罗斯的现有制裁 举措来切断石油和天然气的采购 因为欧盟内部就如何限制俄罗斯能源方面存在分歧 一位欧盟外交官表示 本周各国可以商定的新制裁范围将受到限制 可能侧重于堵住漏洞 欧洲将继续从俄罗斯购买煤炭石油和天然气 目前与能源相关的交易免于金融制裁 从而使俄罗斯的一些最大银行免受大部分处罚 凤凰卫视王佑佑 陈一秋华盛顿报道 我们看到香港疫情 中央援助香港兴建的六个临时社区隔离设施 已经全部的投入使用 共提供大约有两万张的隔离病床 而香港特区行政政府呢 应该说香港特区政府也提到了 设立了不少占脱中心 但是在使用率上偏低怎么办 对于如何善用设施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儿他提到 不应该只根据使用率数字去判断设施的效用 在某一个时间 只是看某一类的设施的使用率高和低 其实不是准确反映的情况 如果我每一个设施都是爆了鹏九成 或者百分百满 我们的抗疫能力就是很低的 尤其是现在对于香港的疫情 都未完全掌握 所以如果你说现在使用率是满了 我根本什么都不敢做 因为你出了来的阳性 那么你放它在哪里呢 所以我都呼吁大家 不要这样去看这个使用率 应该是很欢愉的 有足够的设施可以免满足 我刚才讲的不同人的需要 另外一方面 特区政府也计划在四月初 会用七天的时间 向全港大约三百万户的家庭 要派发防疫服务包 里面会包括了 二十包的快速抗原测试套装 还有一批防护性比较强的 KN95口罩 中程药 抗疫资讯手册 以及心意卡 以动员不同的社会团体 组织等参与 包装跟派发 当局也希望市民 多做快速测试 以达到早发现 早隔离的效果 而为了要支援 独居长者疫情下的生活 香港同心抗疫 关爱有我 立法会 关爱独居长者的行动日 活动在今天中午举行 消息立刻要连线给 正在上环文化广场的记者王峰 王峰晚安 接下来详细请你告诉我们 目前的最新进展 相议中午好 我们知道香港在爆发 第五波疫情之后 这些长者的染疫率 重症率和死亡率 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 过去一段时间 大家把重点关注在了 养老院设 或者说安老院设上 最近越来越多的社会团体 包括立法会议员 则是把目光转向了 独居长者身上 今天我们看到是 立法会议员 关爱独居长者行动日 就请到了有八位立法会议员 其中我邀请到了身边的 吴秋北先生 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活动 那这个活动的一个初衷和背景是什么样子呢 在这次疫情爆发以来 感染率很高 尤其是长者的感染 是非常严峻 所以这次我们参与 这个社区抗疫连线 和全港抗疫义共同盟发起的 关爱长者的一个活动 希望号召社会各方面 更加多的力量去支持这个行动 长者在自己家中感染 有些我们接触过 不少是他自己隔离 没有去隔离医院 或者隔离中心 所以我觉得这方面是需要加强支援 因为如果他自己很无助的情况下 有些可能需要生活的需要 自己又外出 这样会形成更多的感染 我们过去工联会也接触了 不少这方面的求助 他们很无助 有很多其实是比较凄凉 他无亲无故 生活需要必需品也不够 他也不敢外出 自己在家中逗留 非常的不好 也有发现有些独居的长者 他是离世以后才被人发现 这样的情况我们很不愿意看到 我们希望发起社会各方面的关注 尤其是通过抗疫医工同盟 我们工联会也是其中的一份子 我们要发挥团结互助的精神 发挥一加一大于二大于三的力量 去将这个疫情去压制下去 长者的关怀是很重要的 我们需要给予足够的资源 以防止疫情进一步的扩散 其实我们知道他们缺资源 另外一方面就是说 如何把这些资源送到他们的手上 因为他们都是散聚在社区里 那这方面你觉得什么样的体系 是应该一个比较理想的 首先我们的义工同盟 已经建立了一个后援的平台 也都要有一个支援的集中的平台 将社会各方面的资源来集中 然后集中去派发 通过各方面的医工队伍 足家足户上门去提供支援 那您觉得在疫苗的接种上 特区政府针对独居长者这个群体 目前所采取的措施足够吗 或者说怎么样才能够提高 他们的疫苗接种率 首先要从心理上的辅导 去让长者有足够的信心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信心不足够 是不够胆去接种 然后要有足够的医疗资源 现在见到英国到社区 到家居去外展的接种 这个是好事来的 我们希望更加大的力度去推广 去将接种率提高 好的 谢谢吴先生接受我们采访 的确 如吴先生所言 那目前这些独居长者 一方面是对于接种疫苗的信息 可能掌握的不够 信心也就不足 那么另外可能政府还需要有更多的 外展队到他们的身边 才能够真正让他们方便接种 那接下来呢 几位议员将会派送一些物资 到独居长者的身边 那我们也将会跟随他们 一起来探访更多的独居长者 好 时间交换给湘宜 谢谢王峰 还有我们的嘉宾 以及所有前线义工 对于长者的付出 待会儿来有更多焦点 待会儿见 欢迎回来再看到是 第二期的天宫课堂圆满收官 神舟13号的航天员 成祖下周 也将会进入回家的 倒数计时按照计划的话 他们将会在4月份 就会返回地球 在鬼的近6个月时间里 神舟13号航天员 翟志刚 王亚平 夜光复 共进行了两次出舱活动 两次天宫课堂 和京港澳天宫对话活动 完成了20多项 科学实验任务 下周期 太空出差三人组 将进入返程准备阶段 在主之前 有大量的物资 这块需要整理 包括咱们天苏山里 上的那些货包 然后产品都需要整理 因为咱们后面 神舟自称主 可能会间隔一个多月 才会再上来 所以这块 它需要提前把这些产品 设备都规制到位 然后另外一个 还有重要的就是 下行这块 就是天上带回来的样品 也重要的产品 带回来这些 也需要提前规划好 咱们从下周开始吧 应该是重点 开展这块的工作了 据悉 三名航天员 目前身体和心理状态 优于预期 满足返回地球的条件 就是从锻炼 包括医学检查这块 我们这块地面 也是重点加强了 然后根据它的那个身体的 在轨的那检查的情况 和获取的那些数据 我们也对它范围前 这块的整个防护的方案 也进行了针对性的调整 就是这阶段 其实还是重点 保它就是整个身体锻炼 要保证最后 咱们着落的时候 安全的着落 安全范围 去年10月16号 神舟13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 三名航天员计划 载轨驻留6个月 这是中国迄今为止 最长时间的载人航天任务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新闻最后来看到军事消息 希腊政府24号与法国政府 以及两家的法国军火商 签署了总额达到40亿欧元 约合44亿美元的军购协议 外界就分析 希腊此举 亦在应对与土耳其之间的紧张关系 协议的签字 是在于希腊的一间废弃军舰 所改成的博物馆上举行 两国的防长都出席了仪式 根据协议 希腊将会向法国 订购三艘的海军护卫舰 以及六架的阵风战斗机 其中的三艘护卫舰 将会在2026年就会交付 2020年当时 希腊还有土耳其 因为石油还有天然气的开采权 产生了纠纷 进而引发了两国海军 在地中海对峙 法国在对峙当中 是力挺希腊 随着签字仪式完成之后 两国的防长 也共同参观了 停靠在希腊 比雷埃夫斯港的 法国戴高乐航母 同学感谢您的加入 祝福您一切 健康平安 再会